剛剛我們聽到是在機場的時候 高鴻安他的喊冤 簡單的講 他回答了一些問題 可是都沒有確切 這是記者想要得到的一些答案 比方說 包括像是 他是不是住在高級豪宅 這一個房子 後來他在今天的聲明當中 他也直接講了 就是回建築 他在昨天說什麼 高鴻安他是講說 我們市政府行政處 已經有發相關的聲明 我就不再回應了 不過顯然他可能感覺到 這件事情不能夠大事化小 來我先請教將軍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他最新的這個聲明稿丟出來 那他說有關於這個 坐車住所這個等等的爭議 他要以正視聽 所以高鴻安今天發布的聲明如下 他說本人本來住在東區 那我是跟親友住在一起 在立委時期就住在這邊了 那被提到了 有關於回建築的這個部分 是男朋友租屋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有租人的事實 然後陳租部分房屋 並不是整層樓面 是跟房東有這個陳租的關係 然後因為他說情侶關係 有時候會共住 然後他也有這個 就是會共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沒有花費公帑 去申請市長官邸的這個租令補貼 那麼節省公務支出 沒有所謂的私下接受 建商的匯贈 無償收受等等這些東西 請外界明查 他突然滿支出打理的 以往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說不對 告訴你 所以今天態度不太一樣 那我先請教將軍 他本來是不想回應 然後現在又丟出來回應 而且他還告訴你說 有有有 契約拿出來給你看 這個契約其實有滿多的文章 可以來看的 那你會怎麼看他 做出這樣的反應呢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 正式打契約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沒有什麼 我在跟誰分租 或者是我裡面 契約中還有附件 還有契約 房屋 非整層樓面 一個新竹市的市長 怎麼會跟人家合租 或是讓你的男朋友 做二房東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講 大家會相信的話 那麼你就真的在 考驗新竹市民的智慧了 不可能 所以我講 你愛跟誰住是你的事 真的你喜歡跟你的寵物住 還是跟你的男朋友住 我覺得這是 這自由的社會 你要跟誰住都可以 重點是 你擔任一個新竹市長 如果新竹市有事情 緊急通知的時候 請問要去哪裡找你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不對 我是住在親戚家 有時候跟男朋友住 跟男朋友住 這裡面有分租的 另外的契約 那我請問 新竹市政府 如果遇到颱風 一起開設的時候 要去哪裡接市長 你的駕駛 走上去哪裡接你嘛 對不對 你可能先到親友家 沒有找到 再到我男朋友家 如果再不行 再打電話找我 沒有這樣的 緊急聯絡處 你的新竹市長的住所在哪裡 你就是在哪裡 所以不需要這樣 而且你說幫新竹市府 節省公帑 配給市長的租屋今天 你不領 那你要怎麼辦 這租屋今天怎麼辦 這租屋今天要怎麼核銷 你編了預算 你有要核銷 他的意思是說 你看我節省支出 對 這個房子也節省支出 然後不坐公務車 也節省支出 公務車節省支出 那位司機朋友是新竹市政府 編市內的人員 他在那個地方 他就是要領薪水 你的車子買了放那個地方 他就是有牌照稅 燃料稅要付 那麼請問 你有公務車不坐 你跑去坐四人的車 你說這也是節省開支 節省政府的公帑 那你乾脆 你所有的新竹市政府的辦公 你就搬回你家做好了 這不用開冷氣 不用開電費 也不用房子 對不對 你節省公帑狀況之下 是你私人的車子 停到公家的停車格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局長 心聲不滿 我講 我好不容易被 被嚴覽入小內閣 當任新竹市的某個局的局長 某個處長 在新竹市政府 有一個我的停車位 我把車子停過 開過去 然後警衛說 對不起 這裡有人停了 我是處長 誰敢停處長的車位 這是配給處長停的 你知道嗎 對不起 那是高市長男朋友的車 摸摸鼻子 離遠一點 那旁邊的另外處長來了 這個車位總不會了吧 這個是男朋友的車位 這是市長閨蜜的車 你怎麼辦 一個市長占了五個車位 那就表示有四個局處長的車位 被占領 那怎麼辦呢 那這些局處長心中 會很開心嗎 就跟高環說的一樣 我們心悅沉浮 開心接受 如小兔子般 蹦蹦跳跳的 把停車位讓你的朋友租 心裡難過得很 所以我才說 這些事情是誰踢爆了 這些事情是誰揭露的 我告訴大家 就是你帶人不好 這些心聲不滿的處長 一個一個揭露 所以人家才會在 這個臉書上發文 我全身而退 好 因為我覺得 這一個租賃契約 很特別的是 套房一間 他這個建案是一百三十幾坪 107 總共是107是不是 昨天因為我們是對比說 大概同一層 然後大概是規格 是一百三十幾 所以最確定是107 那好啦 就107好了 裡面大概會有幾間房間 那他要跟幾個人共住 我不知道 還是說我住了這個 我好像住了一間 所以你給我算了一間的錢 其他不能算 其他的公共空間 然後都不能算錢 不曉得 那我們看 他那個租賃的時間 是一百一十二年的開始到一百一十四年 然後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叫做免租期 就是幾月份到幾月份不用錢 我不知道這個寫多長 應該就是他就職前 就職前不用錢 就職後要錢 然後他還有出示一個東西 他告訴你 我有匯款 堂堂正正拿出來匯款 匯款的證據 但是他幾萬塊他不想跟你講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知道數字是多少 可是因為我是在算那個兼具 應該只有五位數 兼具對還沒有到十萬以上 可是如果是按照這一個豪宅建案的話 我聽到房仲的說法是起碼要 十萬是很批的 就是說給你算是很優惠的價格 一定是十萬起跳 還有一個特殊的點在這裡 交易備注 交易備注寫了幾個字很特別 晃哥 給自己的備忘錄 你有沒有讀出什麼訊息 他那個交易備注的意思 應該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銀行轉帳 你可能每個月轉很多筆 你怕自己忘記這一筆 是哪一筆錢 所以會加一個交易備注 現在網路銀行都有這個東西 沒有啊 因為如果說我是那個 一般我就寫租金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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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給自己的備忘錄很神祕 給自己備忘錄應該就是說 這是幫女朋友出的錢 所以呢 所以寫給自己的備忘錄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他這個租任契約裡面 其實有一些地方很有趣 譬如說 大家都知道高華安男朋友 叫李中庭對不對 可是他為什麼要把這個 立租約人名字塗掉 不確定現在還是不是李先生 除非他不是李先生 OK啦 你就算不是李先生也OK啦 因為你未婚嘛 你喜歡換男朋友 那是你的自由 可是李先生上個禮拜 還有開車去接他 我不可以同時跟兩個交往 對不對 這難講 還是裡面住三個 你又把自己的經驗拿出來講 好隨便啦 就是說不管是不是李中庭 我只是大家覺得好奇 好 好 那這個租任契約 剛剛桂亞講 你照那個金額來看 看起來不像是六位數 應該只有五位數 五位數的話 大概就最多就九萬 九萬 那以這個房子來講 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是我剛剛從五九一租網 抓下來 抓下來的圖 他裡面就講 他的坪數最都是107坪 不管是也許有大的 因為聽說他一層樓只有兩戶 所以可能是一戶107 另外一戶可能大一點 133 134之類 不管怎麼樣 都是百坪以上 這已經符合豪宅的標的 當然 那據我所知新竹的物價 大概不會輸給臺北市 所以他的房租水準 大概我們可以照 我們臺北市的房租水準來講 以臺北市來講 東區應該是新竹的算市中心區 對 金華區 我們就用臺北市的大安區 來類比好了 大安區最有名叫地保 地保破百坪的房子 月租金至少十幾萬以上 起跳 好 所以這個租金顯然不合理 違反經驗法則 再來107坪高宏安的新竹 新聞稿裡面講說 我只租一小部分 對 我特別查了一下 回建築這個建案 沒有小套房 沒有小套房 所以沒有小套房的情況之下 你要如何租一小部分 你不可能跟人合租 房東在這邊 然後房東我回來了 我新竹市長 奇怪 你不要騙我們都沒腦袋 雖然我們都不是匪陶匪 但是也沒有蠢到那種程度 好不好 就你告訴我一個 新竹市長跟他的同居的男友 然後跟別人合租一間豪宅 我跟你講租得起這個房子的人 他才不屑跟人家合租 我一個月沒差那幾萬啊 對不對 好 這個楊麗怡查到說 這個這一棟 他租的這一間的屋主是建商 所以合理的推論 這個是建商當時的建商保留戶 因為每一個建案 都會有建商保留戶 好 也就是說他的房東是建商 那我請問你 建商會住在這邊跟你合租嗎 不會嘛 那再來 那請問 如果今天貴啊 假設你是這間房子的屋主 我這間房子 我明明可以租15萬 但是我用10萬以下 你告訴我你只租一小部分 問題是我其他部分 我也不能用啊 那這不是佛心來則之叫什麼 所以我覺得高雄安 你是越講越不清楚耶 你應該很大大方方的 告訴大家 你租的房子有幾坪 好 假設真的我退一萬步 你跟別人合租 請問你跟誰合租 二房東是誰 你告訴我們吧 所以我合理的懷疑 這跟他的那時候 鴻海永齡基金會 一個月10萬跟他 我們的助理一樣 助理費給他的 男朋友就是個斷點 對不對 因為只要不是我高雄安出面租的 只要這個房子是我男朋友租的 你們就查不到我身上 男朋友就是個斷點啊 問題是這房子住多少錢 而且那個很明顯是他 就任市長之後才去租的嘛 那他租約先簽兩年嘛 對對不對 如果兩年後可能住的不舒服 或說他要別的地方住了 可能去龍潭女子監獄之類的 這房子就不用租了 對不對 好 你看這房子 這就是回建築嘛 這是室內 你覺得這房子一個月租金 不用10萬嗎 這是室內 還有一張照片是有鋼琴的 我就沒有 沒有特別沒有抓那一張 因為我想他應該不會 宴會廳 他應該不會彈鋼琴 好 這種房子我想在臺灣對於房地產市場稍微有點瞭解了 大概就覺得這種房子的租金一個月 即使你是租的話 我覺得20萬都不為過 因為他坪數非常的大 而且地點很好 剛剛看view很好 對 前面又是公園 而且沒有任何可以遮蔽 就是說有的可能會景觀被擋到 可能他完全不會 因為你看那附近就那一棟房子 對 鶴立基群 對 附近就一棟房子嘛 然後這邊還有櫻花樹 還會櫻花 春天的時候櫻花還會開喔 簡直像去到日本一樣喔 這種房子你告訴我 你一個月租金不到十萬 不要騙大家 憑什麼 憑什麼人要碎你那麼小 因為你是身體市長 我是建商啊 我建商 我可能在身體市長 我可能還會有建案要推啊 這都是我的推論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剛好 你光這些是不夠的 而且你把事情越講越模糊 別忘了 如果之前有一個桃園縣 那時候叫桃園縣 附現了 葉士文 葉士文就是當時被貪污定業 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就是他租了一個市價二十五萬 一個月二十五萬租金的豪宅 但他一個月只付四萬 也是建商勝功 三屁數後一嘛 最後他被判貪污 而且他那四萬 還是桃園縣政府的支出 就補貼嘛 對 他是因為這樣被判刑的 所以剛好嗎 你想再多加一條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 你這樣講是不夠清楚 因為光你說你租一小部分 這件事情完全不合理 這種房子沒有人在租一小部分 如果建商真的同意 你只租一小部分 那個就等於是變相的捐贈了